怎么转不过来了呢 等我一下哦 等一下你们等我 你们等我 哦 哈喽 哈喽 哈喽哈喽 我来了 我迟到了 不好意思 哦 大家都进来了吗 开始了开始了 嗯 首先呢 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今天呢是我的一千万的粉丝给你们送礼物 然后 嗯 就是给你们一个 惊喜 突然 来个直播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哈哈 对然后 路上有点堵 所以我就来晚了 嗯 嘿 这个发型好看吗 好看吗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经常直播嘛 所以就是 现在有点小紧张 哈哈 我现在有点抖 嗯 嗯 就是 特别开心 今天可以 就我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想到就是 能这么快就到一千万 所以 呃这个直播也是 就是 就是突然想到 然后也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哦 好看好看 谢谢你们 真的真的特别谢谢你们 那你们 那你们 国庆假期 过得怎么样 就是 这七天的假期 你们在干什么 有出去玩的 请 请按一 没有出去玩的 请按二 看 看我要统计了 好 好吧 因为我其实这几天一直都特别忙 所以 我国庆也没有好好过 也没有就是 一直在忙 一直在准备新的作品给大家 你们在想我吗 我也在想你们 哇 我自己直播真的 好尴尬啊 我感觉我自己在跟自己说话 好奇怪 而且最近天气 我觉得最近天气特别冷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多穿一点 知道吗 知道的话请告诉我 喊出 请告诉我 我把头发给弄长了 头发颜色好不好看 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 其实今天呢本来 在想给大家做点什么好玩的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发现因为我是自己直播嘛 所以我用我的手机直播 然后我不能用我的手机去跟你们分享一点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是 可能就是跟你们在这里聊天 对我看到了很多大家给我生日的应援 也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 而且我 而且我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应援团帮我做的那个工艺 然后特别感谢 真的就是我希望的是 不是我就特别感谢你们能把就是正能量传递下去 我觉得特别好 棒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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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听唱歌啊 妈呀 又让Cue我唱歌 好 听什么呢 其实我最近 有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了就是那个 就是 在那个 欢愿之城 然后我看到那个李青老师的那个 崇拜嘛 他唱了一个崇拜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 因为他也是演一个狗狗的角色嘛 然后最近我不是也养了Bicky 然后 就反正也挺有感受和感触的 所以 我唱一个 轻唱一个 先给大家轻唱一个崇拜吧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们说好不好 你们同意了我才唱啊 可以吗 你们都不回答我 那我不唱 那我唱哦 一二三 你的姿态 你的青睐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你以为爱就是被爱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 好听吗 哎我真的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我好紧张 天 可能因为太久没见你们了 对不对 然后 即使是一个人在这里直播 我也感觉 你们就在我面前 我听到好多人跟我说要唱那个达尔文 我找一找歌词啊 你们等我一下 达尔文 达尔文 歌词 唱哪里呢 唱副歌还是唱主歌啊 你们说 唱主歌啊 唱主歌吧 还是唱副歌你们说 啊 唱主歌啊 还是唱副歌你们说 嗯 对我是一个手机 但是我这个手机是为了找歌词给你们唱歌用的 就是所以我借了个手机来 那我想一想 你看我这个纠结体 你们不给我出那个 你们不告诉我唱主歌还是副歌 我会很纠结 我要唱前面还是唱后面 副歌副歌好 唱了 一二三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被爱谁学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试着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得要我吗 情化成更好的人 好听吗 你们还想要什么 说 还想要什么 你们最近有没有 就是特别喜欢的 喜欢听的中文歌啊什么的 推荐我呗 看一看你们最近都在听什么 谢谢 如果你们要是在我面前就好了 这样我还可以给你们 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 对了 我今天还在找那个 因为我太久 其实我在想 要不要给你们说一点 土味情话什么的 你们想不想听 我想一想 想一想 搜索的土味情话 大全 什么来着那个叫 唐僧取经 你猜我取什么呢 唐僧取经 我取你们哦 妈呀 天 我自己好尴尬 妈呀 我那边很卡吗 卡吗 你们 网络不好吗 娶你 还有一个 让我想一想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搜一搜 我搜一搜 我觉得你们的土味情话 说的都比我好 你们教我说吧 怎么样 土味情话 大全 不要抱怨 请抱我好吗 你知道吗 你们就是 我之前就在你们面前说的时候 你们会给我反应什么的 但现在就是我自己说 然后我自己在那里尬说 然后也没有人理我 我只能看你们的评论 天哪 三连拍 我的天哪 撒娇三连拍还 妈呀 撒娇三连拍 一 再来一个就是经常被你们吐槽的 二 三 怎么样 怎么样 跳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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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空间太小了 之后我找个时间再跳给你们看呗 然后其实我还挺想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唱了崇拜那首歌吗 然后我想说到时候就因为这段时间有点忙 然后等过一段时间稍微空闲一点时间的话 我去找一个录音棚把这首歌录一下 就是做一个比较就是正式一点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发到微博上去 好吗 或者是你们 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歌 然后告诉我 然后呢 我看 比如说说的最多的歌 然后可以去专门学一下 或者是练一下 然后录给你们听 好不好 你们是不是光顾着看我都不评论了 你们不评论我怎么跟你们互动呀 快快告诉我你们想说的话 这个吗 哎呀妈呀 这个捋一捋 宠你们还不好呀 就顾着宠你们了 口红吗 嗯 因为我其实这个颜色有点偏酒红色的 但是现在是灯光原因可能有点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颜色了已经 然后我就今天一直在纠结 我说我这个头发染出来 我要我要涂一个什么颜色的口红 然后我就纠结 然后我想算了 涂那个眉红色吧 我这现在嘴巴颜色是有点眉红色的 但可能灯光的原因不太明显 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我最讨厌吃番茄了 然后你们还跟我说有人让我吃番茄 你们太坏了 对啊我今天染了一个颜色 然后就是 想说因为正好今天也直播 然后给你们一个surprise 我还没吃饭呢 你们吃饭了吗 我想说先把直播弄完再吃 那不是急着要看你们吗 我弄完头发我就回来了 然后就是想 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直播 所以我就要准备好一些嘛 然后 就是也没顾得上吃饭 一会儿吃吧 你们也要吃饭呢 吃什么呢 番茄是妈妈们对你的管教 妈呀 我做错什么了吗 拌饭 火锅 番茄 你们太坏了 谁又让我吃番茄 还给我发那么多个番茄 卡路里吗 那我唱一句 每天起床第一句 先给自己打个气 大盘鸡 大鸡腿 海带汤 大鸡腿吗 对 Bicky 哎呦 Bicky 因为我不是现在在外地吗 所以把它 就是放在那个 寄养的地方了 然后是 有那种可以 24小时有那个监控的 因为这样比较安心嘛 然后我就没事想 她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然后人家那边店里面 还特别好 就是还 还知道就是 人家店里面就是 特别好 就是 要 每天还可以给我发她的那个小视频过来 给我看 Bicky现在长得特别大 真的 长得特别大 现在Bicky 应该有五个月了 对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我养完Bicky之后 就是 我平时如果见不到她的话 就会特别想她 然后 见到她 就觉得特别 就是 你就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 因为她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她现在就是会 比如说她吃饭 然后 我如果 就是特别听话 她就是每次我给她饭 就是给她的时候呢 她不会直接吃 她会先坐在那看着我就等 然后我说让她吃了 然后她就是过去吃了 特别可爱 我本来还想说到时候如果有Bicky的时候 再做直播 然后这样可以抱着她这样跟大家一起玩 但是呢 我害怕回去的之后没有时间了 所以正好 而且正好就是 也过了一千万嘛 所以就想快一点 能给大家 见面 所以我就说 那就在这边直接直播了 为什么叫Bicky 因为 就是 就是因为我 我是Micky 然后她叫Bicky 因为她是我儿子 对 对就可能是一个 因为我也一直想说叫她什么好呢 然后 就正好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名字 我叫Bicky跳舞 她怎么跳 哇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我一会儿可能就要跟大家say goodbye 但是呢 有点舍不得你们 所以 我再等一下再走 你们觉得我就是 头发稍微长一点好呢 还是稍微短一点好 长吗 我生日 生日在工作呀 生日的话 只能在工作中度过了 没办法了 不过 反正 有你们陪着我 都可以呀 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就是性 就是我性子还挺急的 就所以我没事 就如果洗了头发之后 哎呀你又吹吹吹吹吹 因为头发长嘛 然后你要吹吹吹吹半天 然后又不干 然后有的时候你感情 你又特别累 然后想要睡觉 然后但你头发你又不干 然后我就说 哎算了 那我把头发给剪了吧 然后我就稍微剪短了一点 然后但是呢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说 突然又想变长一些 然后就把它弄长 你们喜欢就好 你们喜欢就好 为什么叫梦白开啊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样角度会不会好一点 算了还是把它乖乖的放下来吧 我自己举着 胳膊没有那么长 我猜 我猜 你们都学会了是吧 快告诉我为什么呢 梦白开 是有延迟对不对 好吧 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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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都有点慢 哦 BK 所以叫白开啊 就跟毛毛球是一样的嘛 对吧 你们真的是 你们真的是 延迟 好吧 接下來我們做點什麼呢 還剩下一會時間 唱歌又唱歌 你猜我的生日願望是什麼 我的生日願望 你猜 還想聽唱歌 那你們想聽什麼 美甲嗎 就這個顏色這樣子 就這樣子拍出來有點像咖啡色 但其實不是 它是酒紅色然後做了磨砂 這樣子 好看嗎 還挺顯手白的這個顏色 媽呀 琪琪不唱往後一聲我就哭 那你別哭了我唱給你聽 好不好 那我把往後一聲這個 輕唱一段 嗯 然後我就可能要跟大家說拜拜 囉 雖然我也有點不捨得 真的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你們呢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你們呢 是嗎 那邊延遲多長時間 好吧 既然你們想聽 那我就唱給你們聽 這個作為我們今天的 最後的 最後給你們的一個結尾 我找一找 我主要是害怕 唱錯 所以我要找一下 哈等我 我也不捨得呀 真的不捨得你們 所以就想再多陪陪你們哦 所以就想再多陪陪你們哦 好我要唱啦 那一句最重要的那個 好那我從最重要就是我們 我們之間最重要的一句詞 就開始唱好不好 一二三 想帶你去看晴空萬里 想大聲告訴你我為你照避 往事匆匆 你總會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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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的餘生 我只要你 往後的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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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雪是你 春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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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雨也是你 想大聲告訴你我為你照避 好聽嗎 這我真的就特別喜歡的一句詞 就是你們經常應援也會給我放的嘛 對吧 就是想帶你去看晴空萬里 很浪漫 對不對 好啦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給我一千萬的粉絲 對我做的所有所有的應援 然後 就這些就是我平時你們也知道 我不太善於表達 但是我都會去用行動告訴你們 也希望以後的路我們可以一起走 然後我也會繼續做更好的作品給你們 也希望你們一直能夠陪在我身邊 然後給我力量 嗯 謝謝你們 愛你們 那我就 拜拜囉 拜拜 拜拜 記得想我 晚安 照顧好自己 記得吃飯 照顧好自己 不要感冒